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第七題 那時候已經知道Log2大概是0.30.00 Log3大概是0.177 請問你6的五十次方大概是幾位數 那它的最高位數的數字大概是多少 不是大概是多少 就有多少 問你最高位數 那這個是幾位數 其實它可以6的五百次方五千次方 你還是很快就可以知道它是幾位數 真的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要怎麼做 假設這個數就是x x就是6的五十次方 那我們說次方很難算 沒關係取Log就很好算 那就把它兩邊都取Log 本來相等取Log還是要相等 Log50次方50就可以掉下來 變成乘上Log6 那6是等於2乘以3 那我們說這個真數相乘 就會變成對數相加 所以Log這個是2乘3的話 乘了就變加了 就沒有人都能夠加上Log3 Log2大概是0.30.0 Log3是0.4771 所以大概乘起來 大概是38.9050 38點多 其實它就可以寫成 38加上0.9050 那這個38就是它的什麼 手數 手數等於38 請問它幾位數 39位數 剛才講過 如果手數是正的 那它 帶領的時候是n的時候 那它是幾位數 n的話 n加1嘛 所以38就是39位數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9095 這個9095 如果是LogA的話 當然A是介在1到10之間 這個我們知道 就是說 它是寫成這個樣子的 這個Log38就是Log Log10的38次8 那對數相加就是真數相乘 所以A乘上10的38次8 也就是說你x714等這個 x714等這個 那等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x714等Log A 沒有Log了 就是A乘上10的38次8 A乘上10的38次8 那因為後面10的38次8 都是00 10000 只是跟位數有關 所以第一位數其實跟A有關 跟A有關 那我們就要想說 A的數字到底是多少 如果它是2點多 那它的最高位數數字就是2 如果它是3點多 那它最高位數的數字就是3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說 A到底是多少點多少就好了 好 那你已經知道了 現在的LogA是多少 LogA是0.9050嗎 LogA呢 是0.9050 那我們要看誰 大概是在0.9050那邊 好 那我們去找出Log1啊 Log2啊 Log3啊 Log4啊 Log56789對不對 每一個都把它算一算 然後如果你是 等於說是 這是0.3010 那這個是0.4771 如果有一個數是 0.3528好了 那這個數呢 叫LogB 那 0.3558 是不是記在這兩個 這個小數之間 所以這個 就是 這兩個 他是這樣嘛 他就是他 所以 他就是他 他就是他 所以Log2 就要小於LogB 就要小於Log3啊 是不是 因為這個是0.3010嘛 這個是0.4771嘛 那你說這個是0.5 3528嘛 這三個是記這樣 所以 他是跟他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那就這樣子 那這樣子之後 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Log去掉 Log1去掉 不就知道說 B就有記在2跟3之間嗎 那B如果是記在2跟3之間 那B是多少點多少 2點多嘛 2跟3之間不是2點多嗎 那所以它最高位數字就2了 所以你就把這些都弄出來 然後看看這個9050 記在哪兩個之間就好了 好 那 一開始 這個很小嘛 這個9050好像很大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找大一點 譬如說 Log8好了 Log8等多少 是不是Log2的348 就等什麼 3倍Log2 3乘上0.3010 大概是多少 0.9030 欸 他名他還要怎麼樣 大 所以往上面還是往下面長 往下面繼續長 好 那0.9 Log9是多少 Log3的平方 所以等什麼呢 多少 2倍Log3 2乘上0.4771 對不對 這算出來是多少 0.9542 對不對 所以0.9542 欸 9542比他還大一點 可以嗎 因為這是0.90多少 那這個是0.95多少 是不是比較大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知道說 可以知道說 你的 Log8 應該小5 Log8 應該小5 Log9 可以嗎 那這樣子的話 A會接在哪裡 8到9之間 所以你的A 第一個數字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8點多 第一個數字就是8 A是等於8點多 對不對 那所以你的N的6的50次方 6的50次方 它的最高位數字是多少 最高位數字是多少 就是8嘛 數字 就等於8 對不對 這個不懂